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趴在桌上 然后一不小心就直接趴在那里睡着了 这时哗啦一声 餐厅的玻璃门伴随着一阵夜风 被一只修长白皙至透明的手指推开 呃 你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男人没有说话 目光居高临下地冷腻在他的身上 对面睡得一无所觉的夜晚晚 因为睡得太热 身体开始无知无觉地往旁边倒去 灵冬一惊 急忙要去接 然而 对面的男人看似不紧不慢 却速度极快地微微轻了一下身 女孩便精准地落入了她的怀里 你怎么才来啊 等等 把她放下 你是什么人 几乎是在灵冬话音落下的瞬间 周遭森冷的气息铺天盖地地而来 男人朝着怀里的女孩看了一眼 在对方惊呆的视线之中 缓缓地低下头 朝着女孩涂着夸张颜色的唇吻了下去 你 你 你是 你是夜晚晚的男朋友 男人淡若无误的眸子 丝毫没有在灵冬的身上停留 直接抱着女孩离开了空荡荡的餐厅 那个 我要下来 男人的脚步微顿 气息瞬间冷了一瞬 片刻后将她放了下来 换杯的可以不 男人闻言 神色明显正中了一瞬 旋即缓缓在她身前倾下身体 夜晚晚立即攀上了男人的背 还是这样比较舒服 哭了 嗯 你今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要紧吗 没事 真的 可是之前在电话里 我听到徐管家的语气 好像都快哭了呢 叶小姐 真没什么大事 都已经出离土当了 打死她也不敢说自家高贵冷艳的主子 出门前在家换了三个小时的衣服 折磨疯了十几个造型师 吓哭了一屋子的佣人 嗯 幸亏你及时赶到了 不然我差点就要变成别人的女朋友了 之前灵冬要跟我打赌 若是骗她 我男朋友根本没来的话 我就得答应做她的女朋友 因为你答应了我回来 所以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 想都没想就跟她赌了 看刚才灵冬的反应就知道 这回肯定自信了 毕竟我的男朋友这么帅 就算是劈个麻袋过来 都能秒杀她 思夜寒听着女孩这些嘚瑟的话 牟底刚结冰的寒潭瞬间融化 从餐厅到学校的路不长 很快便晃悟到了 我到了 男人转身 看着眼前的女孩 脸色明显又转冷了 夜晚晚深深觉得 这人的心情 真的是跟三月的天一样 隐情不定 与此同时 夜晚晚并不知道 距离她和思夜寒 两人不远处的长椅上 正坐着一个人 思夏原本是因为 睡不着出来透气的 这会儿却意外地 透过枝叶的缝隙 看到不远处的路灯下 夜晚晚正站在那里 跟一个男人说话 但仅是一眼 思夏瞬间就变脸色 思夜寒 怎么可能啊 思夏满脸的惊疑不定 继续看了过去 只见夜晚晚点起脚尖 在男人的脸上 轻轻地亲了一下 晚安 说完 一边离开 一边扭着头 冲男人挥了挥手 就在这时 那个修长清冷的背影 转了过来 男人手臂一伸 一把带进自己的怀里 腹下身 加深了方才的那个门 而思夏看着男人的脸 整个人都待在了原地 林东的宿舍 谁呀 私下 那个 你有事吗 我找林东 你找东哥呀 东哥他在呢 刚回来 就是 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东哥现在的状态啊 可能不太好 状态不好 你先进来吧 反正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私下刚进门 便是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 只见林东正一滩烂泥似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晚安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怎么回事 东哥几晚去见夜晚晚的男朋友了 夜晚晚居然有男朋友 你敢信 是吗 可不是吗 本来我们都以为 夜晚晚说自己有男朋友 是为了搪塞 东哥骗人的 还说什么 他男朋友巨帅无比啊 牛皮都吹上天了 鬼信他呀 可是 谁知道 东哥去了之后 还真见到人了 何止是见到了呀 据东哥说 那男人 长得帅烈天际啊 真的比私下你还 比我帅 是吗 反正东哥是这么说的 我们都怀疑他是喝酒喝懵逼了 不然怎么可能说出这种瞎话来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么帅 还正好眼瞎的男人 看上了夜晚晚 就是啊 就算夜晚晚有男朋友了又怎么样 凭咱们东哥 还能争不过吗 骂他 帅 帅的 不能摆完老子了 老子还真个屁呀 私下朝着灵冬看了一眼 万赏后 走到灵冬的跟前蹲了下来 点开手机递给他 你今晚看到的 夜晚晚的男朋友 是他吗 你 你是怎么会叫夜晚晚 男朋友照片啊 听到这话 私下顿时眯起双眼 真的是他 思夜寒 第二天早上 夜晚晚和往常一样 来到了教室 直到快上课的时候 灵冬才姗姗来迟 看来 灵冬今天 怎么不跟那个丑八怪 献殷勤了 嘿嘿嘿 我看是丑八怪被抛弃了吧 这也太快了 这才三天时间 他摸得我东哥的脑子 终于清醒了 可喜可贺啊 除了对八卦的关注之外 另外一件 比较关注的事情是 今天私下没来上课 私下今天怎么 现在还没来呀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吧 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应该不会吧 我昨晚见到私下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呢 每天上课身边 都坐着个恶心的丑八怪 放学了都没法逃出魔爪 还要被逼着倾堂 坏你们 你们愿意来上课吗 这么重要的文艺会演 怎么可以让夜晚晚胡来 不然我们联名抵制吧 我就不信 我们所有人一起抵制 学校都会不管 对 对 抵制 大家一起抵制 现在就写一份抵制书 待会儿大家全部签名 一群人当着夜晚晚的面 开始闹奇异 不出片刻 那份所谓的抵制书便写好了 然后所有人 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签名 很快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 很快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 夜晚晚原本激动的心情 顿时蔫了巴基的 啊 最后一节是赵星舟的数学课 好想翘课呀 这节课 大家自己做题 做完我当场讲解 夜晚晚对数学完全是一窍不通 这会儿正在逼着自己审题 班里突然想起了一阵惊呼 抱歉老师 迟到了 没事没事 私下同学进来吧 你跨了所有的课 唯独我的课赶到了 老师很欣慰呀 某些同学 若能有私下同学 对数学百分之一的热爱 老师就算是歌肾 也要资助你一百套考题大礼包 啊 夜晚晚无语 老师 你真的不必谢谢了